小姐小姐你没事吧呢我扶你起来 哎呀没事没事 小姐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来了 好开心啊小姐你来了 上次不是美龄她说想让我陪她过个生日嘛 然后我回去想了一下然后就决定上来了 你先把眼睛闭上好吧 干嘛呀这么随便呀 你先闭上嘛我数到三你就睁开 嗯 来一二三睁开吧 哇生日大哥 哎 小姐你又破费了你又买礼物了 没事的 这没事没事游箱 那咱们就先回去吧 你把蛋糕拿着我帮你扛吧 不行你卡不动了这个 没事没事没事拿着拿着 我来我来来来拿着 哎呦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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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不要太黑了 哎好好好 哎好好好游箱 哎呦 哎呦 你不要休息一下我给你休息一下 哎 不用了不用了 这饭不用了 我刚刚一起做午饭吃吗 我刚刚吃过了游箱 刚刚吃过了 哦 对了美龄呢 美龄上幼儿园还没看学呢 哦上了学去了 嗯 小景 哎 你把蛋糕退了吧 我们也就 平水相逢 每次来都给我带那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不是你这 你这说啥呢 游箱 没事了没事了 你自己不要去想太多 好吧 不要想太多 小景 哎 非常感谢你 没事没事 你这怎么还哭呢 游箱没事 我们在美龄啊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给他过过一个好的生日 嗯 这 别的小朋友的 我好像啥也没给他到 嗯 我感觉 特别亏见他 虽然他没有给我提过任何的要求 嗯 但是我觉得 特别的欠他 也没有给他好好 補过一个美好的朋友 心里面特别的难受 小景 你没事没事 游箱 你 你这 你这想什么呢 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 没有人 出生都是韩子金钥匙长大的 家里也这么懂事 对不对 不用想太多 好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都说 爱笑的女孩子 运气都不会太差 没事的 没事的 我看这差不多也快到放学的时候吧 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去接他放学吧 啊 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陪他好好过一个生日 好吧 啊 那我们走吧 到家了啊 下车吧 慢点了 终于到家了 终于到家了 叔叔走 好好好走走走 哎呦 哇 好大的蛋糕呀 妈妈这个蛋糕是谁买的 肯定是你小姐叔叔呀 谢谢小姐叔叔 不客气 喜欢吗 喜欢 开不开心 开心呀 开心呀 那叔叔待会儿就陪你一起过生日了 好不好 好 美妮许个愿望吧 好的叔叔 吹蜡蜡吧 好 可不可以告诉叔叔 你许了什么愿呀 不 美妮你这怎么 那叔叔不问了好不好 好 来那咱们开始过生日了 生日快乐 嘿嘿 那咱们就开始切蛋糕了 好不好 拜拜 嘿嘿 小姐 诶 怎么了 鱼蜡 走 带你去一个地方 啊 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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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呀 去了就去哪 啊 走 好吧 哎呦 大佬大佬小姐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经常会来这里 这 这风景挺美的啊 哈哈 余香 哎 你就真的没打算出去工作吗 小姐 我带着孩子 还真有点不方便 啊 这 生活不会最老爱用 可 我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啊 这句话是挺有道理的 但是你想啊 生活虽然不容易 咱们也得下着面对生活呀 其实余香 我今天上来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陪美宁国生日嘛 啊 还有件事就是说 想告诉你我后天就得回公司那边去了 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想法啊 就说跟我一起去公司那边 啊 我考虑一下小姐 我知道你是想着 哎 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 但是你也得想啊 你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 对吧 很多事情你都得去面对的 反正我后天就要走了 你自己也好好考虑一下 想一想 好吧 想好的联系我 你看 这样可以吧 我认识 而且你好 我认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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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